在这个夏日炎炎的季节里 当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假期的悠闲中时 中国跳水队的健儿们却已经踏上了前往法国巴黎的征途 为那场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做最后的冲刺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 走进这场关于汗水 梦想与时尚的奇妙旅程 一起看看全红尘与陈玉希这对跳水界的金童玉女士 如何在法国巴黎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 用她们的努力和笑容 编织出一幅浮动人的画面 时间定格在7月22日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中国跳水队带着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未知挑战的期待 抵达了浪漫之都巴黎 没有过多的停留 他们直奔目的地 那座城在这无数荣耀与梦想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 对于全红尘和陈玉希来说 这里不仅是训练的战场 更是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 一走进训练场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 全红尘与陈玉希身着全新的比赛服 犹如两道闪电 划破了场馆的宁静 全红尘的那套黑红配色战袍 仿佛是她内心的火焰外化 既张扬又神秘 让人一眼难忘 而陈玉希的蓝白战袍 虽如同身海中的珍珠 低调中透露着不凡的气质 与她沉稳的性格相得一张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这哪是比赛服 简直是时尚大片啊 红尘的扎毛板手工战袍 太可爱了 玉希的战袍 低调收华有内涵 换上新战袍 全红尘和陈玉希迅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训练开放日那天 他们的状态异常放松 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笑容 仿佛在进行一场关于美的表演 而非激烈的竞技准备 全红尘 那个总是充满活力的小年孩 此刻更是化身时间管理大师 争分夺秒 一路小跑穿梭于各个训练区域之间 那模样 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直呼太可爱了 而陈玉希 则是一如既往的沉稳 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完美 仿佛在与自己较劲 那份专注和坚持 让人肃然其境 在这场备战之旅中 教练团队无疑是运动员们最坚实的后段 两位教练全程陪伴 用他们专业的眼光和细腻的心思 为全红尘和陈玉希 提供着无微不至的指导 特别是陈教练 他对全红尘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从动作的调整到心态的疏导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在教练的陪伴下 全红尘和陈玉希 仿佛有了无穷的动力 更加坚定了冲击奥运金牌的决心 全红尘 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小姑娘 却已经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成熟与坚韧 在赛场上 她是那个敢于挑战自我 勇于突破极限的勇士 而在训练场外 她又变回了那个天真浪漫 爱笑爱闹的小女孩 她的每一次跳跃 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 看 这就是我 全红尘 而陈玉希 则像是那静谧的深海 表面波澜不惊 内里却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她的沉稳与低调 让人不自觉地想要靠近 去了解她背后的故事 在跳水这个项目上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随着全红尘和陈玉希在法国巴黎的备战情况逐渐公开 网友们也纷纷在个大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人被他们的拼搏精神所感动 留言道 看到他们这么努力 我也有了前进的动力 有人则被他们的时尚战袍所吸引 调侃说 这哪里是跳水队分明是时尚界的宠儿 更多的人则是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希望红尘和玉希能在巴黎奥运会上大放异彩 为国争光 随着训练的深入 中国跳水队的健儿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全红尘和陈玉希 这对跳水界的双子星 正义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向着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发起冲击 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当五星红旗因他们而升起在巴黎的上空时 所有的努力与汗水都将化作最灿烂的笑容 绽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 在此 让我们共同期待那场属于中国跳水队的辉煌时刻 也为所有为梦想而努力的运动员们加油鼓劲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追求梦想 挑战自我更加美丽和动人 而全红尘和陈玉希的故事 正是对这一信念的最好诠释 咱们作为吃瓜群众 看到这些运动员在巴黎的备战情况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一方面 为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感到心疼 另一方面 又对他们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想想国平队 一直站在世界之巅 压力可想而知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 就是为了捍卫那份荣誉 而跳水队 争分夺秒的训练 哪怕疲惫不堪也毫不退缩 这种毅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陈一文的平常心 其实背后是无数次的 刻苦训练和心理调食 只有准备冲放了 才能在大赛面前如此淡定 吴亚妮呢 不仅要面对比赛的压力 还要克服外界对他形象的关注 专注于比赛本身 这种专注和坚定让人赞叹 咱们不能只看到他们风光的一面 更要看到他们背后的付出 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 远离家人朋友的孤独 还有那随时可能出现的伤病 但他们从未放弃 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对于这次巴黎奥运会 结果固然重要 但过程中的拼搏和成长同样珍贵 咱们得明白 体育竞技从来都不是单纯 为了那个最终的奖牌和名词 每一位运动员在备战的过程中 所经历的汗水与泪水 所承受的压力与挫折 那都是他们成长的烙印 都是指得我们尊重和珍视的 无论最后成绩如何 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 站在那国际的大舞台上 展现了中国人的坚韧和不屈 他们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更是为了国家的荣誉 为了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期待 你想想 国拼对那世界级的训练 每一个球的精准把控 每一次战术的研讨 那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苦练 跳水队落地不久就投入训练 哪怕身体极度疲惫 依然咬牙坚持 这是怎样的毅力 全红衩小姑娘没睡好 还坚持参训 这份职责让人动容 陈奕文冲击手筋时的平常心 那是经历了多少磨练才 修炼出来的淡定 吴亚妮为了女子100米蓝的比赛 不顾外界的目光 一心朝着目标前进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咱们就静静地等待比赛的开始 为他们加油助威 这等待的过程 其实也是充满期待和激动的 咱们就像是在黑暗中 等待黎明的人 满星期待着那曙光乍现的一刻 可能咱们觉得自己的声音微不足道 但对于运动员们来说 那可能就是在他们疲惫不堪 想要放弃的时候 支撑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就像那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咱们的每一次呐喊 每一次助威 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在关键时刻 咬紧牙关 奋力一搏的关键 比如说 国拼队为了保持霸主地位 队员们每天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不断创新战术 应对各路强敌的挑战 他们的坚持告诉我们 只要有目标 就要不懈努力 再看看跳水队的健儿们 为了那几秒钟的完美入水 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和重来 他们的努力让我们明白 成功离不开反复的磨练 全红禅小小年纪 却能克服种种困难 在跳台上绽放光芒 他的不放弃提醒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 都不能轻易言败 让我们花着期待和祝福 陪伴他们走过这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征程 咱们可以通过电视 网络关注他们的每一场比赛 为他们的每一次进步而欢呼 为他们的每一次挫折而揪心 在他们胜利的时候 我们一起分享喜悦 在他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给予安慰和鼓励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更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而战 咱们作为吃瓜群众 虽然不能决定比赛的胜负 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热情和支持 营造一个温暖的氛围 让运动员们感受到祖国人民的力量 也许我们的力量很渺小 但当无数个渺小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推动着运动员们向着更高 更快 更强的目标前进 在这场体育的盛宴中 我们不仅是旁观者 更是参与者 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 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让他们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期待着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 创造辉煌 为祖国争光 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注入更多的激情和动力